直球对决就在世新 直球对决就在世新校园真才博览会 5月8号在世新大学校内登场 今年总计有16种产业类别 74家企业进驻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表示 近年来世新大学在软硬体设备 师资等各方面做了很大的投资 就是要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让学生能很快地进入职场 顺利发挥专业才能 我们每一年其实几家的摊位里面 大概有很大的比例都是媒体 像这一次来有东升有TVBS有联合报 当然还有中家 当然还有很多的有线电视的朋友都进来 那么不管是平面也好电子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新媒体也好 我都觉得让这些企业体 尤其是媒体的人能够进到我们的学校校园里面 包括我们的硬体设备空间设备软体设备 甚至师资课程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这两三年非常非常努力 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努力能够把它画在我们的学生身上 让他们更有竞争力 让他们能够让职场的好朋友们能够看到 世心的学生就是价廉物美方便又安全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不会很在乎 说一开始就要很高的酬劳 但是呢 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卖力 尤其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 非常期待的是我们的学生能够因为这么一个就业博览会 而很快的找到工作 然后呢 在职场上能够发挥他的长处 或者是让他能够很顺利的在步步高升 然后出人头地 校园真才博览会现场也吸引许多世心学生 前来了解职场动向 希望毕业及就业能够顺利找到喜欢的工作 我是大四树莓系 然后我是今天来看这个真才博览会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要毕业了 所以来这个博览会可以比较了解 因为毕竟在学校就只是做学校的东西 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了解到企业真的在干嘛 然后可以比较清楚自己想要的职位啊 或者是其他的或许有相关类型的 就是可以去多了解这样 因为我是树莓系嘛 所以一定就是想做广告设计啊 或者是数位动画这类型的 首先我觉得来这边参加的话 可以就是直接认识到很多公司 然后就直接可以去跟公司聊说 我自己适不适合那个工作或职缺这样的 中家宽评资深经理徐巧妮也受邀参加 并以世新校友身份分享自身工作经历 中家宽评也大局进行真才 并开出新闻记者门市专员 网络工程师等多项职缺 欢迎世新毕业生加入优质的企业团队 我想中家宽评每年都会配合世新来进行一个 校园争才的博览会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主题是职求对决 所以我们在现场去开出很多的职缺 也要跟同学来面对面的职求对决 包含了新闻记者采访记者等等 当然我们还有门市专员还有网络工程师 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世新的学弟妹 世新的人才可以加入我们中家的行列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其实世新毕业的学生 在媒体业界其实就是一个人才的保证 那包含了现在进步的AI科技 还有一些产业科技的一个进步 这世新其实相关的设备都有跟上脚步 我们希望可以征求更多的世新人才 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加入我们有线电视的行列 那么今年中家也会推出 有线电视第一个AI主播 希望这也是一个亮点 吸引更多的学弟妹可以加入我们 透过举办校园争才博览会 世新大学希望应届毕业生能够立即就业 并提供在校生多元了解产业的管道 增加就业媒合机会 达到产学双赢的最佳成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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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